黄慧珠在高雄市大树区长大 从十年前开始向亲朋好友推荐大树美食及经典 努力提升大树的观光率 近几年 他租下九区坛火车站前的台铁员工宿舍 成立复兴街73号社会企业 全心全意解决大树的社区问题 我听到了就是说 很多农民他们在大量采收的时候 其实没有办法马上消耗掉卖掉 非常的写本无归 你听人会很难受 那甚至他们跟你讲的时候 可能会眼眶含泪或讲到哽咽 你就是听了就会很难过就对了 复兴街73号致力于解决大树的社区问题 其中最主要为农业缺工及产品滞销 我们通常是5月5月中开始采收日期 不管是社区大学是农土 也是各种平台都帮我们散布这个消息 然后报纸也都报了 所以我们收到非常多 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说要应征练之工 另外复兴街73号也有安排深度销旅行 妇女技衣课程以及制作明信片 解决观光就业及温创等相关问题 其实这边就是架构一个那种在地的情感连结的 一个很好的据点 就是常常你只要告诉大家你的需求 就会有很多乡亲来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